Zither Harp 梦里海底发着光 呼吸海里的阴阳 藏好人鱼的翅膀 陪着你在海里游荡 没你陪伴的晚上 对着雨淋湿愿望 能不能把你留下 在这片美丽的 有我的海洋 风泛起海浪 人鱼在流淡 爱情的海洋 我们似义生长 热闹还弹响 看雨落月光 为我们照亮 彼此温暖是他 像三层时光 碰在手心上 有太多愿望 都还列不及家 不如就这样 陪着你熬翔 在浩瀚的海洋 有你在的地方 心情你什么意思 芊芊姐 怎么了 不解释一下吗 这个就是我微博呀 没看网上的新闻是吗 不就是默认了你和余生的关系吗 还默认了余生是个渣男 我没有啊 这个就是我有感而发 你少给我装蒜 你看看下面的评论都是同情你的 你这不是在吃人写馒头吗 姐 这微博是我的对吧 我发什么内容是我的权利 而且我没有指明点信说是谁 我就是看了个电影 有感而发有问题吗 你不要恋你 不好意思啊 你们先出去一下可以吗 你的肉 谢谢 送我走 我带你去找余生 为什么 他背叛了你 你难道就不想当面揭穿他吗 你应该去找他 让他给你一个交代 村长说 知足常乐 我觉得我现在就挺快乐的 我不想去找他 你不想找回你的记忆 你想一辈子待在这个地方 过去的记忆如果不快乐 找回来不是徒增烦恼吗 我现在生活得很好 应该把握当下 跟我走 你会过得更好 不用 为什么 因为男人的承诺 是靠不住的 我总不能被骗两次吧 那你说 你还怎么着 考验你 考验我 你竟然叫我洗碗 怎么了 我能洗你不能洗啊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我这双手这么金贵 是用来创造财富的 好吗 可是村长说了 精尘所至 精实为开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知道 打住 为了自己 我洗 接着 丫头 村长 你怎么能让客人洗碗呢 他要带我走 那我就得考验他 万一他要骗我呢 看起来不像坏人呀 村长 你说过 不能以貌取人 也是 那我们先考验一下他 嗯 对了 村长 今天猪姐 猪三 嗯 为了自欣 为了自欣 欣晴 余生没有得罪你吧 我真的是喜欢他都来不及呢 那你能把这条微博删了吗 子欣姐 你觉得我算是极限 你看看我之前的微博 我发一条最多两个赞 可是今天的这一条 有五万 其中一万都是来同情我的 我这辈子可能只有这一个 上热搜的机会 为了热度 你就可以做没良心的事是吗 有了热度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余生呢 一点情面都不留吗 当初余生拒绝我的时候 也一点情面都没有留给我 既然大家都不讲情面 那就立即最大化吧 好 我明白了 你应该反思一下 如果没有你 说不定余生会考虑我 我觉得你对自己太自信了 准备发布会吧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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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生对外的绯闻 两位有什么要说的吗 余生 余生 请问心情在网上控诉的事情 你又何敢讲 对啊 回应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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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先安静一下 我是余生的经纪人 大家先听我说两句 首先 对于近日冒出的这个风波 我说我非常感谢大家对于余生的关注 其次我想要澄清一件事情 关于于余生劈腿仪式 纯属造谣污蔑 你说是造谣就是造谣 那是造谣 如果后续还有人造谣传谣 我们将对其追究法律责任 那新闻发的微博 难道是刘雨晴吗 这个得问心情啊 也许是字面上的意思 感情不太顺利 但 跟我们余生 没有任何关系 可心情的指向性有点明确 余生对自己个人感情问题 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对啊 你让他解释一下呀 对啊 你让他解释一下呀 这个女的可真觉 从头到尾没提过我哥 但就是能够让人第一时间想到我哥 对 他是给自己留了后路 避免以后翻车的时候 舆论一边倒 对啊 这个人 我只想说两句 第一 我和心情不熟 第二 我有自己喜欢的人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对我喜欢的人造成困扰 心情你发微博 是为了暗示和余生的分手吗 传闻是他出轨了 请问你恨他们还是打算原谅他 我发的微博就是我的态度 对不起 我现在心情不好 不方便接受采访 余生刚才回应和你不熟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对啊 你说一下吧 麻烦您回应一下吧 请 请让一下 心情请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 能回答一下吗 麻烦您解释一下吧 心情 怎么就又走了 洗完啦 先起来 擦干净 喂 智希 我吃啊 喂 怎么了 老板 你干嘛呢 操盘子呢 发生什么了 老板 赶紧看看娱乐新闻 余生 先请订阅这个严格老板 他一定是这段感情里的受害者 对此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本来想小事化疗 现在看来只能让他自食其果了 子欣姐 你想到办法了 好 快看 快看 这不是李子欣吗 就是她前规则的余生 这是什么 真是她 她怎么敢来呢 她怎么敢来呢 各位 我想说几句 李子欣 对于网上流出的亲密照 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当然要谴责这种 泄露他人隐私的做法 这既不合法 也不道德 那你作为第三者 插座余生和心情的关系 就道德吗 这不是多人说了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怎么这样 子欣不是第三者 什么关系啊 说一下啊 那你们到底什么关系 你们都是情侣吗 对啊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吗 解释一下吗 不过大家吗 你能重点回上一下吗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他俩带着是情侣手表 你们医生到底有几个女朋友啊 这样可以证明我们的关系了吗 确实 手表啊 真是没想到啊 难怪心情那么伤心 你接受吗 大家不是都觉得余生劈腿了吗 我可以证明余生和心情之间的关系 行为你有证据吗 对啊 你有证据吗 对啊 你有证据 你怎么解释啊 你怎么说明他出轨 就是啊 我这辈子可能只有这一个上热搜的机会 为了热度 你就可以做没良心的事什么 有了热度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余生呢 真是真是真是真 一讲情面都不留吗 当初余生拒绝我的时候 也一点情面都没有留给我 既然大家都不讲情面 那就立即当话吧 这没有怎么在一起来的 这就是被冤枉了 怎么那余生是被冤枉的 心情做的决心都是在吵枉 没想到都是心情设计的 不行 我现在要立马把你带回去 让子欣看出那个人的真面目 我还不能走 为什么 你先不觉得你头上已经大绿了吗都 我衣服还没收呢 我去帮你收 今天的地还没拖 我去帮你拖 大宝还没回来呢 大宝是谁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对于今天的记者招待会 真的是意想不到 就是个误会 余生 丁姐 看到子欣了吗 子欣 我刚看她往上边去了 好 总算开窍了 她是开窍了 我的少女梦人设 算是毁云一大了 那就换人设 勇敢认爱加专情好男人人设 听起来也不错 现在这种人设流行吗 怎么不行 人家是真爱 拆不伞子 你干吗躲着我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这里 她告诉我 梦里海里 你什么时候想我出去 你还没回答我呢 你干吗躲着我啊 我没有躲着你啊 我就是有点累了 那你走的时候不打算招呼 那不是刚刚人太多了吗 陪着你在海里有大 你原来答应过我的 戴上这个手表的时候 我就答应做我女朋友 那就是个应急荒案 对着雨林是圆满 能不能把你留下 那你对我吗 没有一点点心动 那从今天开始 我就跟你男朋友 那爱情的海洋 我们思议想找 热闹海叹香 看雨漏月光 为我们照亮 彼此温暖是他 像三层时光 碰在手心上 有太多愿望 都还裂不计较 不如就这样 陪着你翱翔 塞浩瀚的海洋 有你在的地方 真没想到她是这样的啊 对啊 之前那些网上那些语言论 真的不能心事 我就说以装小巧 就用智商水平 怎么可能逗得个李子欣 这个李子欣哪 不过换个角度来想 至少装小巧 这次是彻底翻不了身啊 等法院一判 我们至少可以轻松一段时间 就那点钱 能坚持掉多久 公司目前账户太紧张了 你说怎么办 我再想想办法 崔寨的又来了 妈 事情又被我搞砸了 现在全网民都在骂我 我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了 可我不想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妈 先不说了 我先挂了 你来干吗 你来干吗 看我笑话 赶紧走了 不然呢 还等你们开除我吗 我干吗开除你啊 你戏都拍一半了 把你开除的不是我损失吗 你来到底是干吗 我是来帮你的 我可以帮你拿回属于你的遗产 庄小桥 我刚才联系了码头的人 台风来了 这时候都不会有船的 你看你 你早跟我走就没这些事了 好 那我自己想办法 大爷 还有船能走吗 台风马上就要来了 没船敢出海呀 不是 我要特别重要的事情 让我抱一艘船好不好 多少钱都可以 这不是钱的事 这种天气 没人敢拿生命开玩笑 大爷 Jår正要小 тем 你不许它 你不许他 是有竹子 你不许他 我自己不许他 不许他 你不许他 你不许他 吓 吓不到我几万一 也会有这么落魄的一点 你过来干吗呀 村长说呢 村长说什么都不管用 你还不帮我村长的手机跟我打过来 我打电话给我助理你 叫他把我私人飞机开过来 把我解锁离开成坏地坞 你好像生病了 那把我私人医生也一并带上 子达 喂 你干吗 你别趁我现在病了 没力气我给你打过去 喂 怎么样 啊 臭 你现在很虚弱 不能着凉打 村长交代了 生病了就得看医生 抱紧张开 脏大饼 我去 吴晓 看两份儿中朋友 再兑两片眼睛吧 干吗 掉眼水 我不能 不行 村长说你得听医生的 那我也不知道 太赶务时间我还回去了 赶快去哪里啊 这太风天 船就没法开 你就直升飞机来也没用 乖乖的把这打完吧 咳咳咳 咳咳咳 你去了哈关销 我笑你要是早点放弃 也不至于这么惨啊 我的字典里就从来没有放弃两个字 只要是我认定的事情 不管多苦多难 我都一定会迎难而上 不像你 不敢面对 只敢逃避 吃饱吗 干嘛 我又不是小孩 我不要 村长说了 心里果就得吃点甜的 你还不赶紧收下 这可是这丫头第一次 把吃的东西奔给别人 这些都给你们 谢谢啊 不用谢 那村长 我们就先走了 季先生 那就拜托你帮我们照顾好这丫头 帮她长到自己的家 好难啊 来 走了 拜拜 走了 拜拜 再见 再见 我们到家 要给我们打电话 昨天发布会看了吗 看了 我还连着扒了好几天 没想到余生和子欣姐是真的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我在现场的时候 子欣姐经常去看余生 那你说心情 是不是得被开除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老师 你扎着我脚毛了 不好意思 脚毛毛 对不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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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今天通告上 还排了她的戏呢 不知道啊 到现在都没来 估计是选了 大家中午好 夏老师好 这导演怎么回事 这剧组是没演员了吗 这么没有底线的人 还能留在咱们组 什么 那你们自己开始办吧 要是给剧组 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你们自己负责 老师 我现在可以化妆了吗 可以 怎么样 姐来 我来了 这是心情提供的所有资料 怎么这么 这里面是商战连续 几年立下的遗产分配租 我已经答应心情 帮她和夏拉打官司 拿回属于自己的遗产 所以啊 还得麻烦你帮我 找几个靠谱的医师 知道没什么问题 可是这 商镇出事那年 第一继承人变成了夏拉 庄小乔一审已经败诉了 她不服气 上诉了 二审月底就开庭了 所以她才想在网上获取热度 为自己的官司加持 那余生也挺倒霉的 莫名其妙就变成受害者了 可不是嘛 不过她倒挺开心的 可这剧本里边有什么呀 你都笑了一小时了 没什么 有有有有 我知道了 就是陷入爱情的真实写照啊 小曹 嗯 你跟我讲一讲 你们人类都是怎么谈恋爱的 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谈恋爱 精髓就两个字 哪两个字 浪漫 浪漫 那你具体给我想一想 这儿可以 这儿可以 医生 我来是想跟你说一句 对不起 嗯 没关系 我没放在心上 我利用了你 你真的肯原谅我吗 要不是因为你那件事情啊 我也很难明确 子欣对我的心意 所以啊我还得谢谢你呢 也对 那我们之后 还能不能继续做朋友了 当然了 不过呢我已经名花有主了 是名草 你吃这个 好吃 他们俩关系怎么这么好 难不成真是炒作 还是一起炒 好 怎么了夏老师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剧组没好意思说 你也好意思留下 你就这么害怕我留下呀 还是怕我潮点绯闻又火了 你就不能一手这天了 老头的遗产分配上 白纸黑字写着我才是第一继承人 铁镇如山 我有什么好害怕 那一定是造假 自从我爸找到我们 每一年他都会写一个遗产分配书 每一年 我和我妈都在你前面 可为什么偏偏他出事的这一年 你成了第一继承人了 到底是谁伪造 你不过一个私生女 你妈就是一个前任 比得上每天陪在身边 这么多年的枕边人 你还知道你是她枕边人啊 同窗共枕这么多年 你都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就不怕晚上做梦 我爸去找你吗 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我一定会揭开你的真面目 你干吗神神秘秘的呀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啊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先把眼睛闭上 不许睁开啊 看不见 别睁开眼睛 没有 这边 这边 行了吗 可以了吗 先到晚就等 就快到了 什么人 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 这就是你这位的惊喜啊 小嫂跟我说 说在一起之后 要宣布所有权 我现在已经把手机屏保 换成了和你的合照了 这样以后别有女孩看到 就不会对我想了 小曹 我要找小曹谈谈心了 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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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位 可以了吗 我一直用费 去到小曹谈心 看到你的眼睛 想到小曹谈心 也很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终于知道商战为什么要买这个手机了 原来商战早就知道夏拉和灵芝的事情了 原来商战早就知道夏拉和灵芝的事情了 你们看上面日期还有两年前的 所以这样一切都说清楚了 商战早就撞破了灵芝和夏拉的关系 所以她借口入股江南影视 实际上是为了把灵芝踢出公司 同时为了防止自己遭遇不测 每一年都给自己在国外的私生女记遗嘱 灵芝和夏拉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合谋杀了商战 下一步就是证明商战不是死于家中 而是死在船上 光有这些是不够的 还需要人证 人证 我妈 我父母那边我可以搞定 除了他们 我需要在现场的人 还有 汪又明 林志想要杀死商战 而又不被发现 必须要有帮手 汪又明又是林志亲自召集公司的 对他死心塌敌 这件事肯定也有参与 既然汪又明是林志的心腹 那他为什么要帮我们呢 我去查了 汪又明有一个未婚妻叫李心仪 他们俩感情很深 李心仪入职心意畅想好几年了 一直没升职 就是因为被夏拉打压 后来跳槽到江南影视 结果还是没能摆脱夏拉 这个李心仪 应该是个突破口 也是啊 据我所知 李心仪在公司特别不受担心 好 那我们就把目标锁定李心仪吧 天明 你先帮我把心情的官司搞定吧 那林志那边知道你在帮心情 不会起疑心吗 所以这事要做得隐秘一点 况且 林志那边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但你放心这事我有办法 好 东西我全部给你复制了一份 好 行 那我们先走了 行 拜拜 拜拜 姐 嗯 坐 我刚见完天明 你就知道了吧 夏拉那个助理 临时出了点事 就把她拉过来救场 夏拉对这个心仪 态度挺恶劣的 那不是正好吗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她攻下来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想陪着你 靠在沙滩乘散的糖衣 这是看着你 只是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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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离开你 我要离开你 面对坠入外的漩涡里 偏偏又相信 那些火花厮搜的剧情 纵情哪有伏笔 像穿越海啸的人鱼 就在风浪里 追寻你踪迹 雨下在不见地的海雨 雨下一颗交了地的心 是毫无有益 生命中注定 你的余生我不缺席 雨下在未蓝色的海雨 雨下我已难舍的风景 澎湃或寂静 神伴的远行 你 在脑海等你抹点 雨下在不见地的海雨 雨下一颗交了地的心 是毫无有益 生命中注定 你的余生我不缺席 雨下在未蓝色的海雨 雨下我已难舍的风景 你 澎湃或寂静 伤伴的远行 在脑海等你抹点 只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